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大埔區的看樂園 我相信大家對看樂園也不會太陌生 因為看樂園也屬於大埔區的名牌屋苑 而且吸引了不少名人在這區居住 而今天我們要參觀的獨立屋 那設備都非常齊全 除了有自己的獨立洋房之外 還有自己的私人泳池 花園還有天台 更加有自己的私人車庫 現在我們就不要等了 一起上去參觀一下 看樂園在1980至1993年分階段入伙 已經有30至43年的樓齡 而單位的數目大約有1196伙 大部分的單位屬於1600至3500平方尺 兩至三層高的獨立洋房 今次要參觀的獨立屋 實用面積超過2121平方尺 再加戶外花園3190平方尺 在戶型方面 有客飯廳、偏廳、廚房和三間睡房 一間書房 還有一個私人遊泳池 而車庫也可以停泊到兩部房車 業主開價3880萬 業主是這間獨立屋的一手買家 已經入住超過30年近來 全屋充滿全家人的開心回憶 業主也是高爾夫球的愛好者 所以準備搬到高爾夫球場附近的住宅 當你一走進大門口 可以看到左邊有一個小園林和水池 業主比較喜歡大自然的景色 多數都是自己親手打理這個園林 而在園林的旁邊就是私人車庫 而車庫裏面也可以拍到兩部房車 大門口一走進來的左邊就是客廳 這客廳也連接外面的前花園 景觀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 所以感覺都比較開陽和光晚 而客廳的裝飾都比較古典和優雅 最適合主人看書和喝茶 而中間這個位置就放了一個電視機櫃 上面就放了自己喜歡的字畫 而旁邊也放了一個展覽櫃 可以放一些中式的展覽品和相架 全屋總共有三段的樓梯位 每段樓梯大約有七至十級 剛剛介紹完客廳 其實客廳旁邊也有一個小偏廳 主人就會喜歡在這裡看書 彈琴或聽音樂 當如一個小型的休閒區 剛才在大門口 一走進來再下幾條樓梯 就會來到客廳區 而旁邊也放了一個小型巴桌 可以在這裡品酒休息一下 而這個飯廳直接連接著廚房 是一對年紀較大的老夫婦 所以他們的裝修和設計 都比較喜歡中式和古典 而這個飯區可以直接連接著 外面的戶外花園和遊泳池 無時無刻都可以看著景觀吃早餐 亦不會受到天氣和環境的影響 原來每一間家具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好像這張飯桌 其實是由印尼入口的鐵路木材製成 雖然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歷史 但保存都非常新正 最可惜這麼大型的傢俬 可能未必搬到新居 雖然可惜 但業主都會轉售給有心人 不知大家又喜不喜歡這類型的傢俬呢 在自己家裡有這麼大型的泳池 當然是很開心 又不用受到時間的限制 喜歡什麼時候游泳都沒問題 又不用外出跟別人逼 再可以幻想一下 在這麼大型的泳池旁邊 開一個Pullside Party 你說多麼熱鬧呢 但我們都要回到現實當中 這個泳池亦都需要保養和維修 當中所花的金錢和心機 一點都不簡單 你說在家裡有一個私人泳池 是非常之難得 由客廳再上到這一層 全層有兩間睡房 一個洗手間 還有一個儲物室 洗手間簡潔實用 有座廁、洗手盆櫃位、棋缸 是名次再加裝抽風機 可以保持乾爽 這間睡房的設計 都非常方正實用 容易擺放傢俬和設計 可以看看外面的景觀都非常開揚 可以看來源的景觀和大部份的山景 最高這一層就有主人套房和書房 我們一起參觀一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的實用面積都非常之大 可以看到擺放了一張三邊落床的雙人床 而前面這個位置 亦夠位置可以放到一個沙發、茶几 和電視機櫃 亦都直接連接著外面的露台 景觀都非常開揚 夜主通常起床就會直接走到露台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做一些簡單的伸展運動 絕對是養生的好方法 主人房內的套廁 有浴缸、座廁和洗手盆位 有窗可以通風保持浴室乾爽 主人套房的旁邊就是一間書房 而書房的面積都很寬闊 廣告時間 如果想了解多些Premium的物業 記得下載SquareFood的app 一定找到你心碎的選擇和資訊 康樂園香村俱樂部 不僅留給康樂園已經入了會的會籍 住戶使用 如果是非康樂園的業主 都可以申請入會 設備都非常多元化 入會之後可以享用體育運動和娛樂設施 原來也提供了餐飲服務給大家 康樂園在交通方面 戶主多數以私家車出入為主 但康樂園香村俱樂部附近的位置 也有康樂園的專線車 往返大埔區居民巴士路線 NR51 任何人都可以乘搭 全程車費港幣大約10元 車站對面也有大型超市 至於說到康樂園較近的商場 可以去到大埔超級城 開車只需要大約8至10分鐘就可以去到 而商場裏也足夠提供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需要給大家 剛才和大家參觀完大埔區的康樂園 不知道大家有否喜歡這類型的獨立洋房 如果大家也喜歡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幫忙讚好訂閱和分享我們的Squarefoot 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